兄弟们大家好 我是晃乐哥 今天不说其他的机器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iPhone11Pro Max 这是一个老粉丝 他订购了三台的iPhone11Pro Max 看到没有 上台啊 然后他要全原装机器 不要那种什么 谈真语部件 因为谈真语部件的话 我这里本身是有一台 价格相对来说也是便宜的 但是他不要 他就要原装机器 那就是我今天收到这三台里面的iPhone11Pro Max 这个机器怎么样 我还是像网上的视频一样 把它检测一下 如果说机矿能达到我的要求 我就把它拿下来 达不到我的要求 那么还是原路给他发挥 话不多说 拆销线 拆销出来有三台石墨灰的256G 当口老板跟我说 这三台机器的电池全部都是在90%以上 看到这个标没有 这个标的话 相信懂的人自然就懂了 他一般是新到的货才有这个标 他这三台地全部都是 美版 纯无所版的单卡 然后橙色的话 看到没有就是料机 料机的橙色 我们在很多期的视频跟大家说了 它的外观的话 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的好 没有那种很明显的大扣碰来看一下 为什么说这个粉丝他一下选择三款机器 其实原因很简单 首先第一点的话 他比较喜欢这种大屏的机器 因为这款机器大屏的话 他的续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 它是3600多号的电池容量 其次他选择这款机器 因为他是看中这个机器的一个外观设计 他说iPhone12支持5G网络 当时他是那种 直角边框的 拿在手上会割手 然后他选择这种大屏的机器 就是喜欢这种不锈钢的材质 然后这种圆角边框 拿在手里的感觉会比较的好 所以说这款机器他不支持5G网络 但是他的续航好 拍照清晰 对吧 然后屏幕大 这就是这个粉丝选择这三台机器的一个原因之一 说了粉丝选择这三款机器的理由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三款机器带回来的一个机况 很多期的视频 我跟大家说了 一般的机器我们带回来都要仔细的选择 比方第一点 我们在检测的时候都要看一下这个 边空啊 有没有太明显的胳膊啊 这个后盖啊 有没有更换过啊 然后包括这个屏幕啊 有没有压盖板呀 如果说是压盖板的话 它实际上的价格的行情也会比正月八景的这种 准原刀机器少个100多块钱左右 因为现在很多人选择iPhone11普通麦克的这款机器 是不是5G网络他不在意 在意的是这个手感 以及他的这个外观设计 这个机器我们带回来了 刚刚跟大家说了 怎么去测机 首先第一点 我们就是看一下这个屏幕上面 他有没有那种不厘米的情况 如果说是不厘米或者断错 那像这样的机器屏幕是肯定有问题的 机器拿回来以前 测机机的时候 它这里有个隐私 看到没有 点击隐私 然后再点击这个分析与改进 从这里面去看 有没有那种pam跟iS的重新代码 如果说有这两个开头的话 那么机器肯定是有暗闭的 像这样的机器 所以说我们在刷机以后 或者说格式化以后 它这两个也不会见 但是我们在测机机的时候 在录制视频的时候 肯定会超过半个小时以后 如果说手机发烫 没有重体 那么手机就不会有质量问题 这三个机器 除了这个外观 这个 怎么去测机以外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看一下厌机报告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厌机报告的话 是一个 小设备 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 充电的次数是 93% 402次 为什么说充了402次 它有93% 有些人他是用慢充的 如果说你是用快充的话 可能说充200多次 它也可能说效率变低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台机器 这台机器同样 它是90%充电472次 它的厌机报告的话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台 这台的厌机报告是充电408次 电子的健康度92% 只不过这上的机器 它是每版无所的单卡 国行跟甘板的才支持双卡 如果说你是选择游手板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就要使用卡帝了 这是纯无所板 不需要用卡帝的插卡来信号 刚才在上台机器 我们都检测了一下 屏幕 它是全员没有压盖码 没有打磨的机器 它拍照的话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这就是在上台机器的一个机关 很多人就要问我了 那么你的上台机器带回来的行情是什么 我跟大家说一下 像这种电池比较高的 在上上的拿回家是三天左右 如果说橙色差一点的 那这样的机器在法里面上上 然后就是2900左右 这就是在上台机器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看到没有 这里还有一台是官方谈正品的 这个机器比这样的8000的价格要少100多块钱 来看一下 它这种机器 它不要 它要我重新从上上帮他找了上台机器 这就是在上台机器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如果说这个视频对你选购有帮助的话 点赞关注火狼哥远近路上少放车下机见不上 拜拜